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你好 欢迎收看熊财战略 今天大盘大涨了400多点 我想投资人这个地方 心里面应该开始慢慢地 有恢复到一个比较正常的情况 那前两天大盘在叠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 这个你要站在买方 你要趁这个大盘下跌的时候 站在买方 所以今天这个大盘大涨400多点 基本上我们前面 就已经跟大家讲得非常清楚了 你看这7月29号 7月29号我跟大家讲说 恐慌中一出现买点 对不对 那7月30号 7月30号 7月30号 我跟你讲说 短线将近要见低点 三个跳空缺口 我们看一下这个大盘 这个地方是7月29号 7月29号在这一天 对不对 我说恐慌中容易出现买点 隔天7月30号告诉你三个跳空缺口 一个跳空缺口 两个跳空缺口 三个跳空缺口 告诉你短线上见低点 那我还告诉你 为什么我认为这个地方 台股跌破这个季线是假跌破 因为我跟大家讲是台积电 台积电我跟你讲 台积电这个地方跌到这个季线附近 本一比22到23倍 不宜杀低 应该逢低分批布局 对不对 所以你看这个行情 基本上完全按照 我之前跟大家预告的 说这个地方 很多人在等投资朋友 你自己想想看 如果你在等这个大盘拉回的买点 那前两天我在节目上告诉你 拉回买点已经到了 我告诉你台股这个大盘是假破线 因为台积电这个回到22倍本一比 季线附近的 这个地方就会撑住 应该要逢低的分批来做布局 你看今天这个大盘大厂上去 400多点了 如果你前两天你相信我的话 你听进去我的话 逢低布局 你看今天我们的股票 就供到涨顶板 我都跟你讲过了 这个行情很多人都这样子 涨的时候不敢去追高 不敢追高要希望等拉回 但是真的拉回的时候 却不敢买进 你看这几天融资都没有增加 所以一拉回的时候 大家说拉回买 拉回买 但是拉回的时候你有买吗 你有上车吗 你有听进去我跟你讲的话吗 你有听进去吗 这个三个挑中缺口有人在讲吗 前日常是不是我告诉你 这个短线要件到低点了 对不对 我是不是讲得非常清楚 所以我不是今天大盘大涨 400多点再给你放 那个四温码砲 那个没有意义了 那个没有意义了 好 重点是选股的方向 我一直跟大家讲 我说机器人这个族群 我从来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看会 我一直告诉你机器人你要特别注意到 机器人涨多了他会做一个拉回 是一个高资菜整理的拉回 他并不代表他已经走完了 因为我问大家 这一波大盘的往下跌 是因为美国股市往下跌对不对 那美国股市为什么往下跌 美国股市是因为第一个 这个川普他不是耳朵中弹吗 美国股市就很恐慌的 怎么选举权到后来选举人中弹了 所以美国股市开始往下跌 好 这是第一个地空 第二个地空呢 这个川普的对手拜登 他说要退选 哇 大家美国的股市更紧张 美国的投资人更紧张 又把股票砍掉 所以造就了美国股市这一波的拉回 但是我在节目上有没有告诉大家 我说美国股市这一波的拉回 它是属于政治的一个因素往下面拉回 并不是基本面出的问题 所以我问投资朋友 大盘这一波拉回后我问一下 这个改变了没有 这个改变了吗 人型机器人未来三年有大突破 普吉利将是汽车的十倍 这个改变了吗 请问一下投资朋友 未来地球上机器人的数量将超过人类 这个改变了吗 会因为大盘跌2500点 这个机器人的这样子一个 未来这个产业性就出现改变了吗 没有嘛 对不对 没有改变嘛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什么 我就跟大家讲说 你看这个昆颖 我们从5月15号告诉你 我们从这边开始进场买进 对不对 从这个地方开始进场买进完以后 开始工涨停 工涨停完以后 6月18号再告诉你还会再涨 还要再创新高 对不对 接下来你看7月3号拉涨停 7月4号再拉涨停 7月10号再拉涨停 7月17号再拉涨停 你看我们在操作 这样一路的狂奔大涨 对不对 涨了184% 短线上这个地方 出现一个强势抗跌的现象 我告诉你涨多完以后 这个地方会出现一个高姿态的补跌 什么是高姿态的补跌呢 也就是说大盘跌了2500点 但是它跌到这个地方 差不多到这个位置去 这个跳上位置去 我认为就是一个机会 这个叫高姿态补跌 也就是说它在维持着高姿态 我在节目上也跟大家讲 当这种属于高姿态的股票 开始出现落后性的补跌 就代表这个盘杀得差不多了 我想我讲得非常清楚 非常明确 你如果看我节目 应该有听到我讲这句话 所以我说跌到这个地方就差不多了 所以你看今天坤尹拉掌定板 很多人会讲说老师 因为昨天美国武士大涨 那你看他掌定板才讲 头头朋友请看一下这个地方 请看一下这个地方 今天8号请看一下是不是这个地方 所以今天为什么会掌底 所以你看我都事前跟你讲了 我事前有没有跟你讲过 我说这个行情你要什么 你要把握这个拉回的买点 一次跟着我一次一档 集中火力重压标股 有点线面扩大战果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过 当昆尹这档各有机器人 我就跟你讲过他没有走完 他高姿态整理 所以他今天很快 如果你拉回没有去买进 你看今天拉回 今天拉回没有上车的话 前两天拉回你没上车 今天马上开高 还有快速拉掌定板 你根本来不及上车 你根本来不及上车 你只能看到掌定板而已 那接下来你要不要用追的 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不拉回的时候买进呢 前两天跟你讲过 这个拉回你要上车进场来做布局 包括像什么 包括像值得也是一样 7月16号告诉你值得 对不对 围形机器人守备 你看我们进场拉涨停 对不对 7月18号在拉涨停 然后大盘后来拉回 大盘拉回了2500点 值得也跟着做拉回 但是我跟大家讲 他会拉回到这个地方 我在7月20号跟你讲 拉回到这个跳红缺口 这个地方就开始往上涨了 这是7月20号 我都事先讲的 我都事先讲的 那你看7月31号 他是不是拉回到这个跳红缺口 再看一下 是不是这里 是不是这里 还没有跌到这里 我就告诉你 到这里就要开始往上涨了 是不是这里 7月20号对不对 这里是7月31号 是不是到这里 这个地方开始往上涨 这地方就是是不是一个买点 对不对 这是7月31号 你看他到了买点 又开始往上拉了 那今天8月1号 再拉涨停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非常清楚了 大盘这个往下杀 并没有改变基本面的问题 它改变的是你的情绪 它改变的是你的短线的 对这个行情的看法 但是对我来讲 机器人基本上 就是中长线多头的格局 所以震荡拉回 利空拉回 你要站在买方 而且你要买在 我跟你讲那个支撑点 那个位置去 我事先跟你预告的位置 他是不是得到那个位置去 开始往上涨 坤云就是一样 值得也是一样 这都是我事先告诉你的 所以赚钱的机会 也没有存在 有 但是重点是大盘拉回的时候 你敢不敢上车 你敢不敢进场 所以重点就要这个地方了 包括像是我跟他讲 另外一个机器人的 视觉自动化设备 这家公司叫联策 我说要逢低布局 对不对 到这个缺口 你看到没有 到这个缺口位置去 这个地方就是要逢低布局 那你来看一下 是不是到这个缺口去 这个地方 是不是很好的机会 对不对 那今天张平 这些股票 全部都在拉回2500点 大盘拉回2500点之后 我都告诉你机会来了 我告诉你赚钱的机会来了 你要不要进场 你要不要跟大部分的人一样 大部分人是怎么样 拉回的时候不会进场 拉回的时候光望 很怕还要再往下跌 但是你看这部拉回的时候 我告诉你机会在什么地方 机会就在我这里 我告诉你要跟上我的脚步 我会带你布局这些股票 看今天又工厂停了 对不对 包括像是我跟大家讲 我说光胜 我说这里我相当看好两个族群 我已经讲一段 讲大概超过一个多月了 我刚才讲说机器人的股票 中长线看好不变 第二个是光通讯的股票 中长线看好不变 第三个就是我最近才告诉你的 这个所谓的散出型封装 我认为这个散出型封装的产业 也是未来一个会大幅增成长的产业 你要跟着我来做布局 尤其你要跟大部分人的想法不一样 我刚才告诉你为什么市场上赢家是少数的 大部分都是2500点不敢买股票 都在观望 认为还要再往下跌 然后跌非常的紧张非常的害怕 但是你去想看 这个大幅涨的将近快一万多点了 你说回挡了2000多点 也算是正常合理 哪有每天股票每天往上涨的 哪有行情每天往上涨的 对不对 如果说你拉回不买 你拉回不进场布局 你看他攻涨停板的 今天第一根涨停 那你要注意到 明年可能又一根涨停 那你错过了低点 那你未来你要怎么赚钱呢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 像这个光盛 细光指的 我也跟大家讲说 我们在4月30号进场布局 对不对 布局完以后拉了200多% 我说得到标5就像得到天下 对不对 他涨两脚的多% 短线做个震荡拉回 但是你看他 近期来讲他要往上拉 又即将要创新高了 你看他又开始往上拉了 你看又快到高点了 我就跟你讲说他没有死 对不对 只是涨多而已 涨多震荡拉回很合理 那我告诉大家 我说光中逊还有一档 各个我认为他后面会创新高 波罗威 7月23号告诉你 因为他之前都没什么涨到 但是公司派很赚钱 对不对 好 那你看 7月26号告诉你震荡起盘 7月30号 你看涨11块半 对不对 那我跟你讲什么 我认为他要挑战新高 8月1号你看 今天就大涨9块钱 快要创新高了 你看大盘在跌 他根本没有跌 所以很多人很担心说 老师大盘跌2500点 你怎么都没感觉 我问你 你手上的股票是Pro1 你有什么感觉 根本就没跌 你会恐慌是因为你买错股票 你的股票跟着大盘这样子 一直往下跌 你买到大型股去了 我就跟你讲说大型股不能买 因为大盘指数要拉回 对不对 你买中小型股有问题吗 你买成长型的中小型 个股有问题吗 那你看 不是不但我们股票是抗跌而已 不是这样子而已 重点是我们股票还赚钱 你来看一下 我跟你讲说 散出型面板级的封装 有没有 来 我跟你讲是哪一支股票 对不对 我说会从负金的这个封装 进化到3D的IC封装 再进化到散出型的封装 对不对 对不对 我跟你讲说我们在做什么 精彩科 7月4号告诉你的 一拉涨停 对不对 接下来再涨停 7月9号拉回告诉你 谁去看好 7月10号再涨停 7月11号再涨停 7月12号再涨停 对不对 7月15号涨六成了 我告诉你短线上会拉回 但是拉回又是一个机会 拉回又是机会 又到这里了 我说他接下来要往上创新高 对不对 7月29号你看拉回没有破底 再告诉你一次 他根本就没有破底点 还是持续看好不变 好 这边7月29号 7月30号涨4块钱 7月31号大涨快要拉涨停 对不对 他是不是创新高上去了 对不对 那另外一档 我们才刚介入的股票 对不对 新科 3663新科 7月30号告诉你 散出型的什么 面板散出型的封装 下一个COAX产业 台积电积极布局 7月30号进场 对不对 现买现赚涨停 7月30号再拉涨停 对不对 好 今天我们看一下 今天做个拉回 他为什么拉回 因为大家在跌他没跌 那现在大家在涨 换他短线上做个拉回 但是拉回 我认为是涨多拉回不看坏 发表像精彩科 涨多拉回不看坏 股票你要跟我做 不要做一两天 股票不是做一天两天的 你看我的股票 为什么我们能够赚大火短 为什么我们能够赚一倍 能够赚两倍 难道是操作短线吗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这一档个股 是下一个散出型封装 散出型面板级封装的股票 这档个股我认为 接下来后面它会创新高 所以这档个股 去年EPS2 2.6 今年将要大幅的成长 像这种个股 你要跟上我的脚步 你要跟上我的脚步 因为它在它还没有在大涨之前 你跟上脚步 这时候你成本是压到最低点 等到它为了大涨上去 你会看我在节目上介绍 但是它涨了一倍 涨了两倍 或者涨了三成五成 你还敢买吗 你是不是就要看电视 看我赚多少 你看今年你错过多少档标股 你今年错过多少了 所以我为什么在前两天 特别告诉你说 大盘跌2500点 你还要再错过吗 你来看 大盘跌2500点 我告诉你说罗素2000 对不对 我说罗素2000是美国的中小型股票 这个高支在整理 后市看好 后来罗素2000的创新高了 对不对 所以我告诉你说 我要布局一些中小型的股票 中小型的股票 中小型股 有没有 台湾缺电一律未减 公司转型到光电存存系统 我告诉你要逢低布局 这是7月26号 对不对 7月26号 我们进场做布局 对不对 3230警员 对不对 张宁 那今天 看一下我们的扣讯 警民尾盘多单 多头主力发动 持股续报 公到涨停板 你来看一下 它的股价走势 你看它拉回 这个过程里面 你看它拉回 大盘跌两千万点 它拉回是不是小拉回 那大盘一指纹 开始公涨停 所以我是不是 在节目上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我跟你讲过 我说我们要选择这种 超越大盘的股票 这种股票就有倍数翻的条件 不然为什么你看我的股票 能够涨三成 能够涨五成 能够涨一倍 对不对 你来看 来看一下 你看这个大盘 你看大盘从这个地方 你看一直往下跌 跌两千五百点 你看 你看它就这样震荡一下 没有跌 那间大盘一指纹 它马上攻涨停 马上创新就要上去 这就是我跟你讲 我们的操作策略 所以我的操作策略 是专门选择这种 具有未来具有成长 爆发地的股票 这家公司我要跟你讲 它是做台湾的除能 先跟你讲说台湾的除能市场 将会从140亿 去年从140亿成长到 接下来这五年会成长到300亿 那几名这家公司 它跟台电合作了 也就是它未来要卖电 卖给台电 它投资了22亿的资本 做这个除能 所以我认为这家公司 二十几块钱的公司 我认为现在很多除能股 都大涨上去了 但是它还并没有大涨 所以像这种公司 有机会后发先制 这也就是为什么 整个大盘跌了两千五百点 我告诉你 你要跟上我的脚步 我要带你布局这种股票 我要带你逢低布局 对不对 好 今天我们股票都供出去了 那很多人会讲说 老师如果我错过了 你的股票的低点区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接下来我告诉大家 千万不要放弃 因为我的股票 还有些个股 我们要近期要再做布局 甚至在做加码的动作 那这时候你就要跟上我的脚步 你可以利用这一次 感恩的回馈88专案 88节快到了 所以这是一个感恩的日子 这是一个机会的盘势 把握机会 利用电话号码 跟我们现在人做联系 我来带你布局下一档 有机会涨三成涨五成 涨一倍的股票 好好跟上我的脚步 88节的一个专案 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再回到现场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凝湿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运达头部陈老师 祝全天下的父亲 合家幸福 感恩的日子 机会的盘势 感恩回馈88专案 立即拨打02 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部陈老师 专长研究核心竞争成长力 主力不能说的秘密 专注成长不同反响 赢家专线 02 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部陈老师 祝全天下的父亲 合家幸福 感恩的日子 机会的盘势 感恩回馈88专案 立即拨打02 2781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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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头部真心照顾 迟动了 看见行人行进路口 准备穿越道路时 汽机车应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哦 很慢耶 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 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另外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 不管同向转弯 或执行交叉 预行人过马路 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 汽机车行进依法 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 未暂停让行人先过 最高可处6000元以下罚还 提让一小步 交安一大步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了 什么叫倍数帆 我在节目上告诉大家 倍数帆就是超越大盘 你买的股票能够超越大盘 你就有机会赚到倍数帆 因为每一档标股 它刚开始出现的一个征兆 就是超越大盘 所以为什么大盘涨一成 我们的股票可以涨三成 可以涨五成 可以涨一倍 甚至超过一倍以上 对不对 所以我告诉你 你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 尤其在大盘跌2500点之后 更是你逢低布局的机会 很多人不是说要逢低布局吗 真的到低点区 为什么你不布局呢 对不对 今天大盘涨400点 已经告诉你 第一只脚已经成立了 接下来会不会打出第二只脚 或者是它直接V型反展上去 后面我觉得那个都不是重点 指数不是重点 重点是这个大盘 只要在这边维持震荡 中小型股票还是会持续地大涨 因为未来的趋势 未来的方向就在中小型个股 不是在大型股上面 所以我再提醒你一次 所以你看这两个股 近期一直告诉你 大盘跌2500点 我一直告诉你 这两个股我们在布局 我告诉你这个要挑战创新高 所以你要趁大盘跌2500点的过程里面 跟着我们来布局 我说明年微软Windows要退场 将有换机潮 加上会打新的什么GPU 渴望带动AIPC的成长 对不对 现在市场上没有人在讲AIPC 但是我就告诉你 我们就是要走在市场上的前面 就像当时我在讲光通讯 我在讲光车的时候 没有人在讲 后面涨了两倍 我在讲昆影的时候 没有人在讲 后面涨了超过一倍 180% 对不对 好 这两个股 我相信你看我节目这段时间 我一直跟你讲 赶快跟上我的脚步 对不对 好 你来看一下 2362的蓝天 那你看7月30号大涨 7月31号再涨 对不对 7月31号再涨 8月1号再涨 你看它的股价走势 即将要创新高了 即将要创新高了 我先跟你讲 去年它EPS赚1.8 今年光滴地赚1.4 这家公司很明显 在大陆有通路上 白脑会 所以它不只是AIPC这一块 它做一个切入 AIPC我认为今年下半年 就有可能会开始做一个成长 甚至到明年会更大幅度的成长 所以它的业绩有可能 再度地往上面攀高 再加上这家公司 它本身已经有通路 所以它不像一般的电脑公司 光卖电脑而已 它还有通路 有通路的公司 基本上卖自家的电脑 基本上更容易获利 所以这家公司 我都跟你讲过 今年将要大幅度成长 明年也还会再往上做成长 然后接下来 我认为AIPC的渗透力会提高 现在目前AIPC 大概只有10%而已 我认为后面会成长到50% 甚至再过两三年 会成长到100% 也就是说每个人手上的PC NB都是AIPC 这在可预见的未来 是可以看到的 所以你看 你要看 我在让你看一次 为什么我们的股票 我们的股票为什么那么强 你看大盘是不是跌2500点 对不对 你看这个蓝天 有没有跌到 有 有跌 但是你看 它是不是拉回一下子 然后大盘一开始直稳 它开始空出去了 那这个是不是超越大盘 那接下来是不是要挑战情报高点 那我认为它创新高的什么 机会非常大 所以你看 如果你这个大盘拉回2500点 你跟着我布局 现在都已经赚钱了 而且还要继续再赚 所以后面这个行情 我跟大家讲过 我们在此处震荡的过程里面 标股会先行 我们的标股会先行 那一次你跟着我一次做一档股票 集中火力重压标股 我们从点线面来扩大战果 也就是说我们的股票 就是能够超越大盘 接下来有倍速翻的一个条件 更有这个机会 未来你要赚三成五成 以备的梦想要怎么赚 加入我们的感恩回归88专案 跟着我进场 我带你逢第一步举 买进下一档标股 好好跟上我脚步 利用电话号码 跟我们现在的人做联系 祝大家操作顺利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一头十度不中山 我们就已经归身归冠 贵纸到我们没随便 你就脚锯锯看他们了 潮流要几年 财情都会惡势 所以更容易就拚 你们可能不买我们是什么 不然如果说到台湾的贵纸 没有那么大 你能够叫我们是世界第一名 如果开车 我们都挂过孝军 然后一步就保了待 明天开车 保你大便 运达头顾陈老师 祝全天下的父亲 合家幸福 感恩的日子 机会的盘世 感恩回馈88专案 立即拨打02 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顾陈老师 专长研究核心竞争成长力 主力不能说的秘密 专注成长不同反响 赢家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顾陈老师 祝全天下的父亲 合家幸福 感恩的日子 机会的盘世 感恩回馈88专案 立即拨打02 27810909 2781090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东中